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女嘉宾 年纪特别小 只有22岁 而且一次恋爱经验都没有 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唐希 听说你希望有个童话般的 这种恋爱 每个女孩都算有样子 只能说一会儿可以让她 做做白马王子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给你也行 大家好 我叫李卫 今年28岁 职业是广告公司组活动执行 然后月收入乱 大概是目前左右 没有你根本不想逃 觉得怎么样 呃 啊 唱得还行吗 我看她没唱几句你就转身了 是我的话肯定要把这首歌转 因为 嗯 我不是很喜欢这首歌 什么 我以为她转身是因为歌声好听打动了 结果是不喜欢这首歌 对 人家不喜欢这首歌怎么办 那想不想想那个女嘉宾平时喜欢什么歌的话 我喜欢TF 哎呀什么歌 哦 做手又收一个慢动作 会唱吗 呃 会一点 可以告诉我一下 做手又收一个慢动作 我就想说 哎 以后还是不要再看到了 我怕会被吓死 我还是喜欢看阿赞 一般每次老个人都自己看书嘛 我也喜欢看书 不过我希望看的是小说 嗯 比起看书 我还是喜欢跟朋友一起出钱说啊 才看电影啊 逛街啊 买池袋啊 买A服啊之类的 嗯 刚刚就她前面唱歌跳舞嘛 就觉得还是蛮外向的 但是后来跟她坐着聊天吧 我就觉得 啊 她太 太累向了 一直就是我在找话题 她也不主动找我说话 刚刚看你唱歌挺好听的 你平时都不跟朋友一起出去唱歌呀 嗯 去KTV之类的吗 黑少跟那个朋友出去 一般都是戴富翁 在手机上长一样的路线 看你的生活过得好安静哦 那你平时有没有得稍微热闹一点呢 都是带我打篮球的时候嘛 打篮球 那你好久打一次啊 大概 可能一个月吧 可能会打个一两次 啊 冷个烧啊 那你过得好安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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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吧 她有点不像一个年轻人该干净死 太 太沉闷了 跟着女孩好少哦 都不喜欢那么讲话呀 呃 本来平时都是性格拼了一下 然后跟女孩子 女儿减少也可以少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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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干净啊 嗯 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好 好 好 啥子都没点对不对 我给你变个魔术 花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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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哎呀 你不要紧着嘛 你看 假装她不存在就得行了呀 假装我紧两件啊 然后那个 那个爸爸妈妈来健在吧 what 我那么年轻 我爸爸妈妈肯定健在他 哈哈 你这句话是不是有个关于我呢 嗯 嗯 嗯 我俩不是在二族族聊天吗 然后 那我男嘉宾连百岁都没有给我倒 但是做起来怪尴尬的 好 我要一碗小面 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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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加其他的吗 我不要加其他的 我不要加其他的 小面要清淡了还是麻辣的 麻辣 好 那我小面加蛋吧 我挺喜欢吃面食人的呀 我还好 其实面食你看嘛 像北方真的 他都是吃面食 他比他吃面食吃了长得好高啊 面食的话吃了有菌萌 而且他里面的力量很丰富嘛 你也想吃了包不 他会在你家的 吃这包啊 我人都那么小一个要吃那么多干嘛 当时吃面的时候 我以为会去什么西餐厅之类的 但是结果切了个棉罐 心里逻辑还是多大的 跟白马王子相遇的场景不一样 跟女嘉宾你看哈 我们吃完饭也聊了天 这个过程自己感觉如何 对女嘉宾现在整体的感觉 感觉都挺好的 然后的话 他的性格又偏外上 然后刚好可以跟我复复一下 然后人带动一下我 带动我的情趣 那那么对眼的话 你怎么重大带他去想念 不是应该隆重跟正式一点吗 因为我觉得中午 是简单点晚上吃大餐 如果相信成功了就吃大餐是吗 对 没有成功的话就够回各家了 是的 那个其实我们女嘉宾 也有一个疑问 就是刚刚说的 她觉得你会不会显得不太正式 所以就吃个小面跟她 我觉得吃面还好玩 因为你看中心都喜欢吃两个 从小面好喝嘛 所以就吃两个好多问题 是 就比如说像我们一般的朋友 包括一个简单的中午餐 有的人都会选择吃小面 没有问题 但是作为女生来她会讲 您是不是不重视我们这次相亲呢 如果说相亲真的是唱会的话 你说李嘉宾应该要化妆啥 对 对 就没化妆了 好吧 他们两个好像在打乒乓球一样 你给我打过来 我要给你打回去 其实本来我还是不介意化不化妆 那个事 他如果说非要说真实的话 然后觉得就是该要化妆来 上节目的话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因为内心都不平衡 人家说你吃了个小面 说人家要化妆 可以 可以这么说吧 重庆都爱吃面呢 我带她去吃面有什么错吗 而且你看她 她都没化妆 她连妆都不化 她都不正视 她想吃什么 想吃西餐吗 想吃西餐 那麻烦你去涂个红嘴皮 再来吃西餐好吗 哇 听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突然心头有一种 莫名的火气就窜上来 为什么呢 我觉得男嘉宾在 你听到女生对你有意见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反思 是吗 我是不是做得不对 我请她去吃面 有没有征求过她的意见 可能她真的就不爱吃面时 但是碍于这个面子还是答应我 反而是有了问题 第一件事情是指责对方 你不对 你没做到什么 所以我也不会对你做什么 如果你是这样的个性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能不适合结婚 因为婚姻当中 每一天有一百件小事 可能对方做得不如你的心意 那么是不是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提出来 你看你没做初一 所以我也不做十五 以这样的态度去恋爱去结婚 她我觉得相当的不成熟 但是大概都差不多一点钟了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开火了 然后是因为刚刚看到那个面过来 就是我们最近的地方 我觉得你家面也走累了 就已经选择了 然后先总统随便吃一点 然后因为毕竟面食还是很有影响力 这种解释你接受吗 接受吧 看着这么辛苦 你看看勉强接受 是因为看你解释得很辛苦 第一面有营养 第二身因为劲 就是想问你平时会化妆吗 会啊 但是不经常化 她觉得今天你没有化个淡妆过来 你觉得没有那么正实跟重视 我可以去化呀 我又没想到她愿意去化妆 吃了一点 然后挺经济意外的 然后我觉得她也是一种 很随后的女生嘛 然后的话 我想的话她应该是对我好感的 不然的话 她也不会同意去化妆的 男嘉宾已经手上还拿了一些东西 对对 买了什么 你不要买 我想要可以可以老产 给女嘉宾拿 对对 有没有被自己的化了妆的感觉 没咽到 有 来 我观众朋友也看看 是不是这样感觉其实啊 真的女生有的时候略是粉袋的话 化个淡妆 看起来精神很多 觉得化了妆的话更好看 你觉得两个人的相处模式的话 哪一种最舒适 我觉得还是 很踏踏实施的麻锅子 芝麻粉 一家人三口出去上人不怕下 然后你觉得 我不晓得要一样 要看以后我遇到恋人 都问了我们的相处模式 她肯定是喜欢我吧 对我有一次才会 我那些婚离是 她想要的 并不是我想要的 太平淡了 没有那些生活中的惊喜 还有激情 那你对这个男方的话 这个车子放在一块 没有那些要求啊 我还没想过能不能原来 要以后再说吗 其实这个方面的话 我已经想过 然后准备 放置的话 只要有个 150平米平方左右的嘛 然后车子的话 比较喜欢的 都是这个 马子大型的 最后的话能够 骑着嘛 因为骑着了以后 你家人嘛 可以出去旅游啊之类的 你觉得 我还没想过能不能原 要以后再说吗 她今天讲到对房子 车子要求的时候 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远 我觉得 就感觉她想的太年少了 假如以后结婚的话 你是愿意跟这个父母住在一起啊 有一种问题啊 说实话的话 我觉得哈 跟父母住在一起也没啥之类的 但是吧 主要是那个父母人不早餐 但是我父母真的很好 然后他们也愿意带小孩那些 其实跟父母住了真的很好 你看嘛 我们父母的话 关于有一个小孩之后 他会跟我们带小孩 然后的话 比如说像我们早上上班帮啊 还跟我们做早餐啊 然后 有时候家里面有卫生 他们也会帮我们住一会儿 还有这种妈妈呀 弄餐很好吃 然后一般那种家常菜 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像高档 就在里面那种菜品的话 他也会做的 做一些 我觉得这样有点圆了吗 还好吧 因为肯定我们那些话题 迟早就要面对了吧 肯定早点了解了 对以后 第一次肯定是有帮助了 以后又想学名单的那个日子嘛 我不是才见第一名吗 看了之前的环节 我真的是想说一句老天爷 快来拯救一下我们 迷之自信的直男吧 我们男嘉宾真的很可爱 他觉得女嘉宾 健缘因为我化妆 他肯定是对我有意思啊 那他既然对我这么有意思 我是不是要回报他呢 我要给他买水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坐下来聊天呢 男嘉宾就开始了一些非常成熟的 非常远的一些规划 比如说房子买多大的 买多大的车子 还有父母将来要不要一起住 女嘉宾一直听着听着都觉得 我这个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车子房子我没想那么远 天哪你提到爸爸妈妈来带孩子 我还是个宝宝呢 你确定爸爸妈妈来不是带我吗 就要带我们的孩子 他心里好惶恐哦 可是男嘉宾心里的感觉是完全相反的 他觉得女生既然愿意跟我谈到未来的规划 哪怕他说他没有想到那么远 但是既然愿意聊的话 也说明他对我有意思啊 他对我感兴趣 他才会跟我聊这些对不对 哎呀 为什么我觉得 真的是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呢 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情绪的错位 相当相当的严重 我看你连父母啊 要不要一起住啊 这些问题 都已经牵涉在内了 跟他聊到了 你不怕给他造成压力吗 我觉得不会啊 因为 然后说以后再继续生活的话 肯定考虑一些问题嘛 然后 而且我的父母也特别的好 很多话 他以后的话只需要放心的嫁过来 对对 放心嫁过来 以后的日子的话都不用错 放心有我在对不对 对对对 放心有我在 所以这样子的男生 也有他的市场 就是有的女孩可能觉得现在太早了 但有的女孩觉得 至少他把我纳入到 他以后的规划当中了 也让人很安心的一个事情 女嘉宾跟你每一个环节的相处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都是礼貌的在跟你微笑 并不是 好像我感觉并不是特别发自内心的去赞同你的一些观点 你意识到了没有 我觉得你让人在焦虑的过程当中 我看他眼睛再看我 从眼神里面觉得感觉他还是对我有意思的 有好感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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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对我还是有好感的 我觉得我还是有把握的 那我感觉 是的 是的 很遗憾没有成功 看到最后我都有点不忍心 因为我就像一个上帝视角的人一样 看到我们的男嘉宾是一厢情愿 是满怀热情 但是女嘉宾完全是一个小姑娘 觉得这个人跟我想的白马王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会接受他的任何表白的 我想给男嘉宾的建议是 女嘉宾确实跟你有年龄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这主要体现在你们对未来的规划和需求上有所不同 他想恋爱 但是你想结婚 那么如果一个女生现在很想结婚 同时对生活情趣的要求不是很高呢 她是非常适合你的 所以再多一点耐心去等待这样一个女生的出现吧